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由中国九魂焚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老年故事会 那么在金庸笔下 有人就有这样的疑问 说他笔下写了很多武林帮派 哪个帮派势力最大呢 有不少人说那当然 天下公务出少林 少林寺 还有说武当派 也有说都不是 要讲人多 天底下要饭的多 丐帮势力最大 但是如果说 单一一部小说里头 单一教会帮派 谁的影响最大 那恐怕得首推 倚天通龙记里的明教 因为明教不仅有 自己的盖世神功 甚至影响了当时天下格局 这不小说里写吗 明教帮助朱元璋得了天下 所以朱元璋的朝代 国号为明 而且你看明教里头 鼎盛时期 不光说张无忌这样的 武功特别厉害的 他的上任教主杨景天 会什么呢 盖世神功乾坤大诺仪 他手底下 你看这个人才吧 光明左始杨潇 光明右始范遥 逍遥二先 再往下四大法王 紫白金青 紫山龙王戴起司 白门英王阴天正 这个金毛狮王谢逊 清一福王威夷孝 再往底下 有五散人 再往下还有五星旗 掌旗使 所以你看他这个整个阵容鼎盛 恐怕任何一个武林帮派 论整体实力都不如明教 那么说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明教 明教真是一个在武功上如此鼎盛的帮派吗 说朱元璋国号为大明 是不是明教这个明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解析一下 真实的历史 跟金庸小说之间的这种进进出出的关系 说明教哪来的呢 以天通诺记里边有一个情节解释这个事 说这个张无忌当时明教教主之后呢 有一天来到光明左始杨潇的这个办公室 一看杨潇桌子上摆着一本书 这个笔墨未干 杨潇刚写完 这书名叫什么呢 叫明教流传中土记 就是讲中国的明教是怎么来的 翻开一看呢 明教元出波斯 本名摩尼教 咱们得承认这个金庸先生确实冤魔 这个确实是历史上真正是实记载的 明教元出波斯本名摩尼教 他是波斯一个小国有个贵族 名字叫摩尼 这个摩尼在公元三世纪中叶 大致于相当于中国魏晋时期 就三国之后那段时间 他创立了这个教派 这个摩尼呢自称光明使者 就说我降生的人士 是给大家带来光明拯救大家 驱走黑暗 赶走仇恨 是这么一个教派 也就说明教 诞生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宗教团体 包括后来明教都从来跟武林刮不上边 他就是一种宗教势力 说怎么这摩尼教一教明教了呢 他在这个隋末 唐初的时候 传到了中国 到了中国以后呢 你看摩尼教摩尼教摩尼教 摩尼摩尼摩尼 有的地方有方言 叫来叫去给叫白了 叫成明教了 这个还跟什么有关呢 因为摩尼教崇尚光明 拜火神 所以叫明教呢 这从翻译角度来讲 叫信达雅 也准确传神 所以到了中国以后 他就叫明教了 本来他来到中国呢 他首先还是个非主流教派 因为隋末唐初的时候 当时中国本土的道教 再加上这个 在西汉的时候 就传过来的佛教 就没有这个明教的容身之地 他的空间很窄 他是什么时候 真正兴起来的 是在大唐武则天执政的时候 尤其是武则天 当时皇帝 国号大洲 这十五年 明教迎来了大发展 他抓住了什么机遇呢 这得说是武则天自己 希望借助明教 来让自己成为女皇 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根据 我们都知道公元六百九十年 武则天改国号大洲 那么武则天早有做女皇这心 可是我们也知道自古以来 那中国从复习社所公社往后男权社会 牛拉车马拉套 说这老娘们当家瞎胡闹 不能他当不了皇上 所以他要给自己做皇上 找点理论根据 佛道各方面翻遍了 没有女人当皇上 瞧嘞 在明教的教义里边 有 摩尼教里有个说法叫女主 就是女人当我们最高的这个宗主 是这个意思 那会记得《一天宗主记》里边写了吗 这个紫山龙王戴奇斯 就是波斯宗教的圣女 是当最高教主的 结果他跑出来了 跟这个尹叶先生 韩前叶好着 他就不愿意回去了 回去你等于不是处女了 那就得烧死 波斯明教有这个说法 女主 我在天宗一看 非常高兴 命令手底 根据明教教义编了本经书 叫《大云经》 《大云经》 全称为大方等无想大云经 里面记载天女静光的故事 佛告静光天女言 天女将化成菩萨 给予女身当王国土 是吗 那么说女人可以做皇帝了 是 把女主这概念引进来 意思昭告天下 不要以为就老爷们能当皇上 女人一样可以当皇上 他等于给自己登基坐殿 找个理论根据 所以这武则天和这个名教 什么关系呢 各取所需 就是我呀 借助你的教义 给我登基找理论根据 同时呢 我也让你获得很大的发展 当时瞧也瞧在呢 咱们都知道武则天 给自个儿造个字当名 叫武赵 赵怎么写 上面日月明底下是个空字 瞧就瞧在这日月为明 跟明教这个明是一个字 而且明教拜日月 正好又通胜了 所以这边武则天呢 找到理论根据了 那边明教 获得了这种发展空间 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 这个皇上想登基 他多少都得找点 蛊惑人心的理论根据 你像陈胜吴光旗 找个狐狸在那叫 大楚星陈胜王 其实目的就是告诉你 我们这个执政是合法的 你还有什么 修道食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这都是一些迷信说法 看刘邦 王党山 展白蛇 说赤地儿子 把白地儿子给杀了 这都是找理论根据 也就是说 有人说读懂了道教 就读懂了中国 过去这个封建统治者 装神弄鬼 为了取得统治的理论基础 你包括宋江都玩这一套 108将 说谁排前谁排后啊 我想推隆尊义上去 我看这十千 虽然立大功了 小偷小摸不顺眼 好 那就咔嚓整个地穴 愣出块石碑 九天玄女娘娘 早已将我108好汉 坐姿排定 突破时杰出 此乃天意呀 武则天这一样延续 这么一条道路 所以他这一来呢 间接把明教成全了 他在为大洲国号 这15年期间 明教各地广建寺院 接纳信徒 是发展的鼎盛时期 所以这个是 中国历史上 真实明教的最高峰 在这个时候 那么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说 倚天通信计 我看了 咱们刚才说呢 戴起司 紫山龙王 贪恋 男还女爱 不肯回去 最后结果 波茨总教派三个人来抓他来 你是总教的圣女啊 你得回去当教主去 后来戴起司呢 回不去了 没办法 他的女儿小招 舍弃了跟张无忌的 这种男女感情 回到波茨总教总坛 去当教主去 你牺牲了自己 成全我们父母 小招 说这个事有没有 是不是真的呢 这是金雍先生下编的 没有这回事 为什么没这回事 就即使他历史上有 到这时候也没了 因为这个摩尼教 教主摩尼第一任 他在61岁的时候 就因为得罪了波斯的国王 把他给钉到石子架上 弄死了 从那以后呢 波斯国内就打压摩尼教 摩尼教一直属于一个地下祖神 等到了我们刚才说 137几年的时候 这摩尼教早就分崩离析了 没了 因为那时候 无论是西亚 还是这个中亚地区 还是整个的 我们看波斯那 都已经伊斯兰化了 我们知道公元60级时候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 那时候伊斯兰教 已经把这个地方 基本都给通化了 所以早就没有摩尼教 所以你更何谈 还派这个使节 到这边来 还要给抓回去 所以这个历史上 是完全没有的 好 欢迎你回到 中国酒魂粉酒集团 冠名赞助播出的 老梁故事会 但是流传到中国的这个名教 不能说根深蒂固 但是在中国的影响 是一天比一天大 它这影响 不是说这个教派影响大 它的教义传播过 摩尼教教义 名教教义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是光明的使者 这个世界上 存在光明和黑暗 要想驱走黑暗 光明必须要主动进攻 要斗争 才能给大家带来好日子 善和恶是极端对立的 水火不容 那么这个教义 本身有煽动性 再一个 它强调斗争 对底层老百姓造反的 很有吸引力 所以名教流传到中国以后 很多时候和农民起义 就挂到一块了 其中比较典型的 就是方拉 方拉咱们知道 在水浒 水浒传发生的年代 北有宋江 南有方拉 田虎王庆 总共四股流寇 就农民起义 说这方拉就是教主 那他怎么敢这么说呢 历史上没明确记 方拉和名教关系 但是确实有很密切关系 方拉主要活动地带呢 江浙福建一带 沿海 当时名教教主主要活动地带 也是这 而且最关键的 他为我供服的标签 叫食菜式魔 就我吃的是菜 吃素 式魔 我敬奉的是魔王 这是统治者 给方拉盖个标签 也给名教教徒盖个标签 因为名教教徒当时吃素 不吃婚姓 供奉火神 拜日月 被认为是邪教 方拉食菜式魔 名教教徒也食菜式魔 活动地点都差不多 而且当时 农民起义里 渗透着大量的 名教教徒 所以说这个方拉 很可能跟名教 有非常密切的渊源 即使没有 他起义这些下边的弟兄 可能也受名教思想影响 当然这只是一阵 因为那个时候 名教为什么跟 农民起义挂个筋 他无法成为主流的 合法的团体 这个在唐朝武则天之后 名教已经势力 一点点变小 等到唐朝 第十五国皇的 唐武宗李延上位的时候 这个李延是不仅不信 名教 什么教都不信 认为这宗教 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他展开一次 轰轰烈烈的 把天底的寺庙都拆了 这个僧道 担尼 你都回家还俗 不准你出家 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 有名的一次 叫会昌灭佛 就一次灭佛运动 所以从那以后 这名教跟着吃过烙 更是走向地下 走向民间 到后来就一决不振了 那么当然说 名教是金庸笔下 影响最大的教派 那得说 它影响了一个王朝 就朱元璋 开创了这个明朝 那么说 这个朱元璋和名教 什么关系 你看 小说里写 朱元璋就是名教徒 下边一个小头目 说起家也是因为 名教的兄弟 帮他打天下 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朱元璋历史上 咱都知道 在黄学寺出家 当过和尚 朱元璋自个儿 也不避讳这个 跟下边敬仗说 你看 我原先出家 当过和尚 我从和尚 这么低起点 一步一步干的现在 你看多值得你们崇拜 出身草根 朱元璋不避讳这个 说照理说 他要是信教 他也不能是名教的 他得是佛教徒 但是这个事不绝对 因为那个年代 元末明初的时候 老百姓有时候 他的信仰 他本身没文化 老百姓 就只要有个神 觉得对自己有利 在精神上有支柱 他肯定就信 那个时候名教的教义 和这个佛教 有时候就混到一块 摘不清楚了 有的沿海的地方 供奉的庙里头 既供名教的这个神 也供这个米勒佛 所以当时 这个东西纠缠不清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元璋起家的时候 他投的韩山童 韩山童起义 主力叫红金军 后来韩山童死了 他儿子韩灵尔 继承他的位置 名字叫小冥王 为什么叫小冥王 当时他们也编一个理论根据 说我也是寿命于天 叫弥勒将生冥王出世 就弥勒佛转世投胎 来救大伙来了 以什么形式 我是冥王 光明使者 给大家带来光明 带来温暖 所以韩山童是大冥王 他儿子就是小冥王 韩灵 所以当时朱元璋 就投的红金军 有人当时考证就说 这个红金军 他的主要的教派是白莲教 有人说白莲教 就是明教的一种题法 白莲教跟佛教之间很暧昧 有很多扯不清的关系 所以你说佛教明教 这个之间 其实他是为了 让更多的信徒信的 他增大了这种理论上的宽容度 才能吸收更多的底层人 参与起义 所以这是一种高层的洗脑智慧 所以这时候朱元璋 投身到红金军里 红金军就是以这样 混杂着各种思维方式 为理论根据的一个义军 所以你说朱元璋跟明教 他肯定是掰不开 也切不断的 这么一种关系 那么说朱元璋 加入了起义军之后 小说里说 他怎么卸取最高权力 说我打打不过张武基 我设个办法把张武基迷昏了 然后这边他跟徐达 常一春几个商量 假装抓的是别人 咱们把他别提真明 咱们把他宰了怎么样 徐大帅 咱们当初都是他部下 他以为说的是韩灵 如今这样 张武基一听 朱元璋也都罢了 对我这样 徐达常一春我那好哥们 怎么也害我呢 张武基万年俊 这我还搞这干嘛 当这头干嘛 他武功高 把这绳索挣脱 四个好得 我再不见你伤心了 朱元璋知道张武基 受不了这个机 他是个老实人 不是个政治阴谋家 也不是个萧雄 所以朱元璋就这么的 得了名教的大位 最后打了天下 这是不是这样 当然这不是真事 因为历史上 朱元璋夺权 也不是从张武基手里夺 虚构的人物 他是从小明王 韩灵儿手里夺 他当初投靠他爹 韩山童的时候 朱元璋势力一天天大 等韩山童死的时候 朱元璋可以去而代之 但是他为了取得 这些底层兄弟的信任 他没这么干 等了大概有十年左右 雨已封了 他才利用一次交通事故 把韩灵儿弄死了 搁船接韩灵儿过 半岛莫名其妙 这船就漏水了 然后就沉下去 这颜色 当然要在现实当中 朱元璋这样的人 碰到张武基这种 磨磨叽叽 没有主见的老爷们 肯定他也不是朱元璋对手 早晚也得让朱元璋给弄死 所以这个是朱元璋 和明教之间 扯不清的关系 因为都是底层起义起来的 那么当然 咱说影响最大的 说是朱元璋最后得了天下 一想自己的天下怎么得的 明教的兄弟出生入死 给他打了天下 所以也不敢叫别的年号 就叫明吧 这是不是真事 这也是胡说八道 金庸也写故事 不是历史 说那为什么明朝 他怎么就叫这明 朱元璋本身也不叫朱明璋 朱元璋怎么就叫明了 他有的道理 头一个道理就是我刚才说这个 韩令人是小明王 命了将生明王出世 朱元璋靠红金军起家 红金军人都信这光明神 所以朱元璋这时候靠这些人打天下 要不跟这明字沾点边 他就觉得好像在理论上站不住 朱元璋意思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国号为明 我就是明王转世 韩令人死了 我就是明王 我救你们救世主 我给你们带来光明 所以这是他叫国号为明的第一个根据 第二个根据名字好听 你看名字日月 这皇上一拜日月上天的什么的 因为你大家你琢磨琢磨这事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政教合一的 皇上再牛上头有个天 皇上叫啥天子老天的儿子 所以我要起义想要把你收拾倒了 我就以替天行道 我帮你爸爸管教你 所以这皇上上头有个天 他要给自己制定一种合法程序 我就是老天的儿子 受命于天 这明日月其实就象征着天 皇帝一祭祀的时候 你咱们现在你翻开 诗经六封雅宋 这雅和宋 尤其宋 专门是歌颂统治者人 你把那宋那篇打开里头 这名字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什么光明啊 什么日月辉映啊 都和这名有关 所以这个呢 也等于好听响亮 第三点最重要 它是当时中国传统阴阳学说 寻找帝王登基理论根据的一个活学活用 中国历史上讲五行 我们说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呢 也叫武德 金德木德 土德水德火德 他武德是那样 相生相克 你把金克木木克土 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把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 这为相生 这为相克 你比方说水火 它本来是相克的 你比方说水能克火 但是水虽能克火 水能克火 火旺水干 这水把火浇灭了 可火要太旺 把水就烤干了 这为反克 就五行相生相克 那么用到这个朝代轮回的学说里呢 你讲这个 你比方说元朝 定都哪叫大都 就咱们现在北京 大都在哪 在北边 朱元璋定都南京 当时叫英天府 南京在哪 在南边 从五行方位上讲 你记住 中方属土 东方属木 西方属金 南方属火 北方属水 也就专张定都这会儿呢 是属火 火德 如果用姓氏标 叫祝荣氏 北边呢 元大都定位呢 是属水 水德 名叫玄明氏 水火之间 反生反克 就水能克火 倒过来 火也能克水 就是明朝代替元朝 这是用相克相生的理论 做解释的 所以你看 我们定位南京 在这登基 我是用着我的火德 来灭元朝的水德 克住的 同时我猪又出身于猪荣氏 这是我家正根 所以它是这套阴阳五行体系下 形成的一种理论 其实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我朱元璋 寿命于天 寄寿永昌 我兴于火德 我就灭元朝这水德 他要给自己寻找 宿命上的理论跟你 所以这是为什么 大明朝要用明做年号 跟明教这个明啊 咱要说声讲 一毛钱管理都没有 那么说说 朱元璋就跟明教 登基以后就没有交叉了 有交叉 但这个交叉可不是好事 啥 中国历朝历代 脚痛死走狗风 非脑筋 梁工藏 敌国破蒙尘亡 都是这么一个历史规律 朱元璋也不例外 其实这个规律还体现什么 古往今来盖末能外 当你处在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 你需要肯定一些 跟你差不多的人 你肯定他就是肯定你 当你爬到这儿的时候 你就要否定原来那个 因为你否定他是肯定现在的你 我在这儿的 你在这儿的 我只有否定你 才能肯定我的位置高 原先我在这儿 你也在这儿 我肯定你也是肯定自己的 所以从哲学而讲 肯定否定 否定之否定 我们不少人学过辩论为主 这也是历史王朝的更替 所以朱元璋开始以忠明教的弟兄 后来又屠杀明教 这是中国历史 万事不替循环的一个真理 就只要你是 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朝代 只要你是个人权力 占据巅峰的朝代 就一定会沿着这条路往前滚 所以我们在看 雨天同龙记的时候 如果下了一起 好好研究研究朱元璋 可能你会对中国历史 看得更剔头一些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粉酒 冠名赞助播出的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 谢谢